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可以跃及降大 自动挡的手动模式也会受到行车电脑的控制 如果它认为你操作的正确就会执行 反之就不会执行 插车前速的时候 发动机的转速过低 如果没有及时降大 变速箱就会自动降大 也不会给你升大 怎么才会运用到手动模式呢 第一个就是车辆打滑的时候 如果车子陷入到泥地中 车子没办法出来 这时就可以用手动模式 可以直接过二挡 由于一挡的扭矩输出大 力气比较大 所以没有用 车子反而会出不来 同样的在雨雪天气也是可以使用的 第二个就是在上坡的时候 运用手动模式可以保证发动机的动力输出 会避免不必要的升大 让变速箱保持在低档位 获得比较大的牵引力 同样的道理 在下坡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 在下坡时虽然不踩油门 但是车速还是很快的 如果用长时间使用刹车 可能会造成刹车失灵的现象 所以这个时候用手动模式是很好的 最后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拉转速 清理积碳 比如说在高速上面就可以使用 吃不吃的清理积碳对汽车的车都可以使用